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你见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,就是有一次佛陀问一个婆罗门长者的问题 当时呢,婆罗门长者他有一个佣人 这个佣人呢,正要倒掉手里搜掉的食物,看到了佛陀 他本来想供养佛陀,可是手里只有搜掉的食物 可是佛陀笑着呢,就接过,用他手里的波,就接过了搜掉的食物 然后,佛陀跟他身边的弟子说 因为这个老妇人虔诚供佛的原因,他会在以后好多好多节里面 佛陀说了一个数字,可是我忘记了 嗯,在天堂里享受,享福 然后这位婆罗门的长者出来的时候很惊讶 然后佛陀问他,你见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,这个故事呢,当然是讲因果很重要 一点点的善因 虽然你觉得他只是一念的时间 可是实际上,他能够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呢,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的感觉 就是,你见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就是感觉佛陀的话都是出自真心的 所以听到这样的问话,我觉得很舒服 其实我觉得,我见过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有很多,比如说山河大地 比如说我的名字 比如说我见过的,嗯,所有人都是很不可思议的 加油